這個你們在看的時候 如果需要的時候也是在補充一下課本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課本相對應的章節 是要補充一下 我上次提過在提前 就是課本 不管課本或參考書 它就是參考書 在學習這個重點是它的一個 它只是把它統整起來 就是這些內容 需要的時候你們再補充一些不同的內容的梳體 對內力有什麼問題沒有 沒有修理的問題應該還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比較沒有修理的問題還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你不說的問題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問題 沒有問題的問題 有 是 說 密斷起來跟針斷成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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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誰可以回答一下 針斷起來跟針斷成的差別 受力方式不同 針斷成的什麼受力 針斷成的什麼受力 是張力 王偉拉 看起來就不同 不然要看起來 要解釋一下 我們要稍微說明一下 意義是什麼 或什麼不同 那這密斷成的是什麼 是擠對不對 是 可是 你這看不到針斷成的你也可以看出 它這樣我就 我也把 那上次講的那個 90度 90度 看起來就不同 對 一個是 跟 跟重力相一樣的話 譬如說我今天 假設方向掉下來 我們跟重力 混合是正斷成嘛 對不對 不混合是逆斷成 那陳怡你剛剛說什麼 我第一次應該是說 嗯 發生的是很重的力度啊 比較低度的力度 可是它的圖很怪啊 為什麼 它是已經有個 斜面 它不是 它不是兩 它看起來就是 就像是兩反塊擠壓出來的 OK 這個 部分呢 反正就像是你拿了一個方塊 它已經是有個線 別的往上出來 你像我們 大家有沒有做個鮮 這個我以前沒有辦法解釋 那 大家覺得我們有做過的鮮 這一個叫做水泥塊 我們就拿水泥塊 我們要做水泥塊的這個強度 我們就拿它硬壓 就拿個 這個 水模子 對 微微水 這些向下壓 硬壓壓壓壓壓壓 它破掉 特別是它破掉 破掉的面就是 90度 就是會形成一個 90度的一個斜面 90度 90度 大概是 45度 45度 45度的鮮面 45度的鮮面 就是 它會形成一個是 如果從這邊看到 我們看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簡力面 這叫簡力面 可是它不是會鎮很不規格嗎 是不規格 我們可以把它大致上看起來 大致上看起來是45度 它會斷在這裡 會斷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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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但是它斷到這個面 就是45度 它跟它的 金比牌有關係 它的 像是 金屬也是一樣 金屬 像鮮 它會比較弱 所以它會變磁壓變磁 對不對 但是有些比較硬練的 比較脆一點的基礎 一磁壓還是斷裂 斷裂 斷裂是45度 所以形成45度的這樣 這就是45度 約裂 我上次講 可以約裂 要斷層 剛好是 斷層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實際上是不太容易 你這樣擠壓 你看嘛 我這樣擠壓 結果它是從中間這樣斷開 這事情 不太可能 因為擠壓它有點 要讓它繼續擠壓 破裂能夠移動 它一定要有個斜方向它才會移動 對不對 有斜方向它才會移動 不然的話 這是一個擠密 擠密的排列組合 我怎麼一直擠壓擠壓擠壓 把它斷裂 你只會越來越密嘛 對不對 密到它沒有要在密的時候 它已經斷裂 斷裂的時候一定要讓它移動 所以它就變成45度移動 你可以這樣簡單去思考 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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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它可以45度移動 或是30度 也許30度 也許70度 反正anyway它就是移動 那大部分看起來是45度 那像拉的話就比較單純 拉 我把這個拉斷掉 會不會一定是平的 有人覺得是平的喔 但是 蛤 很少吧 很少 可不可以加黃紙那個紙嗎 嘿 然後就練了就平成 然後換另外一個喔 然後換黃紙 換黃紙 但是拉那紙不一樣喔 拉那紙是 拉那紙你要控制到說 你的力道是 剛好是正方 剛好比如說 我比如說 一張紙 握著一個地面 我控制到每個點的力量 會有一樣大小的時候 這件事情才會變成我們講的 是有的意義的 假設我今天是 先撕上面 然後是 這樣撕開 跟我整個這樣撕開 受力面均勻不一樣的喔 對 我不知道江老師 撕 但是他就是這樣 這樣撕開嗎 那不容易 因為紙其實還蠻 蠻堅韌的 是成語剛好 其實他兩 正方才的力 剛才應該都說是 張力左右吧 為什麼 因為 他不是拉開 沒有 你認得擠壓 你認得擠壓 為什麼沒有 他左邊 右邊不是有四股 對啊 但是他的 圖 對啊 擠壓 那圖就是 他就是 兩個 板塊 簡單來講他就是 你認得擠壓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 兩個地 你硬擠壓 他這樣撕起來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是 我想很難去 在這個地方去做 因為我們這個 下面的面積 現在要向下 裡面 裡面 他有可能是 變成 就這樣切開 一個向上 一個向下 這樣切開 這個沒辦法 這樣子 但是 但是他意思不一樣 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 打開的 他是擠壓 推提出來 好 就想讓他 向下推擠 推到他斷掉 你把它弄碎 把這個水 你快弄碎 弄碎 那你常常是會 這樣斷開的 來 側面斷開 對 但是 假如是 拉開不可能 是這種形狀 沒有辦法 變成這種形狀 拉開啊 對 拉開沒有辦法 變成這種形狀 對 拉開基本上 不會變成 逆頓 拉開不會變成 逆頓形狀 應該不會 拉開他 空間變大 空間變大 他應該是會沿著 斜面掉下來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問你問題 我問他 問大家 好了 這段人形狀的原因 大家知道嗎 逆頓形狀的原因 大家知道 什麼原因 受力 大陸擠壓 對不對 板塊板塊擠壓 很容易逆頓形狀 對不對 逆頓形狀 那逆頓形狀 什麼形狀 兩邊往外 兩邊往外 我們看過板塊 兩邊往外的形狀 好 在前面講 板塊運動的時候 中列型板塊 中列型板塊 中列型板塊會是形成 症斷層嗎 沒有啊 他會是中央級 對啊 他是中央級 他沒有辦法形成症斷層 那症斷層 怎麼會形成 平易斷層 大家知道嗎 平易斷層 在地表有些地方就是 他張列型板塊 張列速度不一樣 就會有平行 平易斷層對不對 對 逆斷層大家可以知道 因為反正反正起壓 就會是逆斷層 那正斷層呢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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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Shelby 那列舉板塊中間是中央級啊 我們現在沒看列舉板塊 沒看一個板塊運動是直接從中間斷竿 沒看過齁 因為大路是很厚的 陸地是很厚的 雖然說是相對低頭的整個半天來比是非常薄的 但是就已經很理解了 四頭有幾十公里 但是很厚的 他不會說是從後面裂開 那為什麼會有針斷層 什麼會發生針斷層 志杰 要不要從你剛剛所講的部分再繼續向下發展 跟火災有關 我不知道 你沒有答案 我沒有答案 我要請各位提出一個有效 有道理的說法 這就是學說嘛 我要想要聽聽看大家對這部分的認識 然後提出一個有效 合理的解釋 會不會讓流圈的熱隊友吧 站起來變 熱隊友 熱隊友怎麼樣 都是效果嗎 如果兩邊的如果 有兩邊的熱隊友 都能讓他產生逆斷手的話 中間勢必會被拉開啊 就是兩邊的熱隊友 都讓他變成一個 一個 推脊 然後 然後 那推脊 那中間就會 剛好空掉 那目前有沒有這種現象 所以要 像目前有這種現象 只有中間是中央脊的時候 他才會兩邊向我一邊移動 這邊叫推脊 這邊才推脊 這不算嗎 這不算 中央脊怎麼是正斷層 中央脊怎麼會是正斷層 中央脊是反過來形成出來 對 中央脊是只是岩漿一直噴出來 岩漿一直噴出來 那中央脊沒有所謂的正斷層 對不對 什麼都會形成正斷層 我都可以圓在等 逆斷層 然後呢 逆斷層 然後呢 逆斷層 哎呦厲害這個腳 這我還是不懂 為什麼正斷層 逆斷層 逆斷層 逆斷層一直急 急急急變正斷層 然後我就 超過了 抓牠過去之後 對 好 應該先知道 那時候斷層之後 我本來是一體人 然後我中間被 被破壞了 破壞方先是拉開 就是擠壓嘛 對不對 假如我現在擠壓 趕著逆斷層 那過去的時候 它會形成正斷層嗎 不會吧 它會變兩個東西啦 它會變兩個東西 就算它跑 它往上面跑 那往上面跑 為什麼變成逆斷層 怎麼變正斷層 對不對 我現在跑這個斷開 我不是往上跑 已經斷開是往上跑 那怎麼變成逆斷層 正斷層 所以繼續 走到南北京交叉 好 說 正常 是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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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答案的原因 或引發力斷層 什麼 什麼 情況引發力斷層 什麼 什麼情況引發力斷層 板塊狀態 板塊狀態是擠壓嘛 有兩個板塊擠壓 就有力量 因為擠壓 你剛剛說 它是同個板塊 對啊 什麼意思 你剛剛說像 立亂層或正亂層 它都是同個板塊的運動 你剛剛話又說 立亂層就是 兩個板塊的擠壓運動 兩個板塊擠壓 然後的這個板塊 中間會成立亂層嗎 對啊 可是它就是兩個板塊 不是一個板塊 沒有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兩個板塊 這兩個板塊的運動 你剛剛的板塊是 這個樣子是 擠 然後這樣子一下 目前在地球表面上 我們看到這種板塊 沒有 大面板塊運動 變成怎麼樣 上下 會 會淺下去 看起來板塊的性質 這個密度高 這密度低會怎麼樣 淺下去 會淺下去對不對 會往它淺下去 好 然後這邊就是向上 伸對不對 這個向上伸 好了 這個向上伸的時候 是向下伸 是向上伸的時候 在這邊就會擠壓的事情 在這邊就會啃擠壓的事情 在這邊就會啃擠壓的事情 這時候就會成立斷成了 不知道 你這樣是兩個板塊 是兩個板塊 你剛剛說一個板塊 不是 是在兩個板塊 我的意思是說 在同一個板塊上 一個板塊 會放在一個板塊上面 會放在兩個板塊中間 對啊 這個情形是在兩個板塊 互一樣推擠的時候 使得A板塊 B板塊 中間產生立斷成 它會被退擠 對不對 推擠 推擠擠下一個話 按照這個概念來講話 這兩個板塊 誰是推擠擠 左邊右邊 右邊 左邊右邊 有兩個打臉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左邊會把它推上去 左邊 所以左邊是 推擠擠 右邊是土地 推擠把他推上去嗎 推擠把他推上去 是把他推上去 但是誰被 你說這個是推擠擠的說法 是怎麼說 來 再解釋一下 我覺得 土他就這樣推擠 不是這樣過去嗎 他把土給撐起來 把土給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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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 可是課本說的 推擠擠的意思是什麼 你把東西 往上 你把它站出來 跑出來 他是把土推動 把土擠出去 所以我比較認為 我自己比較認為 就是推擠擠 對不對 這是推擠擠 所以他這裡會發生一個 把土踩起來的效果 他會把土 殘起來 你像板塊不會那麼剛好 說 你是A板塊 是B板塊 那我那邊是香爐 我從你上面滑過去 我從你上面滑過去 會不會那麼好 不會啊 他當然是很重 他壓著他表面 可是硬起的時候 他就會把它推開 會把這邊推開 會把這個殘起來 所以他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 把這邊的土 殘起來 所以這邊容易形成斷層 這邊容易形成斷層 那 這邊斷層 你可以看 我在推的時候 逆斷層 都是逆斷層 對不對 這邊都是逆斷層 因為他是被擠壓 都是逆斷層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我擠壓 我這樣子 斷掉 斷掉在上 推開 他就逆斷層 斷掉在上 推開 他就逆斷層 那邊都會成斷層 所以當他往回收縮的時候 就是這個 所以你說 這個在往回收縮的時候 對 有這種情形嗎 不會 沒有 沒有 沒有收縮的這種情形 對 既然這兩個板塊 這邊 他們一起 套在一起了 那就在想 他們都離他們原本的位置 更遠了 對 他們離原本的位置更遠了之後 這勢必會有被拉開的板塊啊 對 為什麼他不會成功 等一下 他為什麼一直往這邊移動呢 這件是地毯 這樣 地毯這樣 假設的 你像這個邏輯 思考 他熱對流就是方向 要熱對流 那遙遠的地方 不是應該就是張開嗎 對 遙遠的地方張開是什麼 張力的形板 很快 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 他整個熱對流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地毯是相向湧起的啊 對不對 所以這邊形成什麼 中央頸 中央頸 中央頸嗎 對啊 所以中央頸會不會有正斷層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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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頸不會有正斷層 因為這是兩個板塊的交界點啊 它就直接一直張開一直張開 它不會有正斷層 它沒有斷層 斷層通常是形成在板塊上面的某個地方 所以 正斷層的想像是玩的東西 不是 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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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啊 嗯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嗯 板塊的移動一定是直線嗎 不一定啊 那就可以了 嗯 兩人都往山往下 不是嘛 兩個人在過來 它如果是一個弧線的運動的話 它就會靠近然後再分開 這個屌子 好 靠近的時候會有這個正斷層出現嘛 它分開頭就變成正斷層了 這個地方可以說的 噢 噢 這個地方可以說的 這個地方可以說的 但是 沒有一個事情發生 我抓到它就沒辦法捏死 沒抓到它 所以它也沒 好 沒關係 這種事情我也有 那個 對 這個 這個板塊運動是不是直線 噢 我認為它不是直線 而且它可能是甚至 因為 這個很簡單 是這樣講 我這往空中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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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它這個感插的運動 它有沒有旋轉 你有沒有看到它旋轉 就算你只有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它旋轉 一點點 一點點 對 整個陸地在 這個 地寒的上面主動的時候 它飄移 實際上你會 它就像我們往這邊抖 它可能是這樣子飄移過去 可以感覺一下 它可能是這樣飄移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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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實上 它就有點 帶著旋轉成 效果沒有錯 所以當我這邊擠壓的時候 我這邊是有可能會 往外拉 然後在這個地方 教練點它 可能會再帶著它 往外拉 這時候是有可能 像剛剛秉辰所說的 所謂的 這就是證斷體態 那 除此之外 別人的方式有可能有證斷成 我認為 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說法 大家可以先來 這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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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不可以的說法 應該把它歸零了 對不對 沒有 你現在歸零那麼快 對 再說出一個道理 我們就可以加半點 好不好 加半點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點數 是有意義的 而且是很珍貴的 好不好 什麼 沒有 我不會想要拿點 沒有用 什麼 再講一遍 因為我真的也是不分 拿點要拿很久 才可以拿到 得到想要的相應的東西 好啦 那你先把這些 半點先加回來了 呵呵呵 好 知道現在真的多少 注意 注意一下 好啦 再說說看 還有什麼可能性 會有症狀成 喔 比人手可悲 那有什麼情況會有症狀成 說說看 對 想想看 蛤 堆一出來 怎麼堆出來 就變成這樣的形狀 怎麼樣變成這樣的形狀 就堆啊 慢慢堆就變成這樣的形狀 那我可以 這是在打地嗎 沒有 不是啊 那你要說這個道理 怎麼堆啊 你說 我是神 所以把它堆出來 這沒有辦法解釋 能不能堆出來解釋 那有可能熱脹冷桌嗎 熱脹冷桌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區域很冷 這個區域很冷 然後 然後 上面收起來了 然後中間的區域 上面會要 收起來了 然後就越來越開 這好大顆粒耶 這好大顆粒耶 那裡有什麼情況會發生這樣 可是它機率很低 沒有 其實 其實很機率很低 對 對 對啊 就是它是收縮 它也不一定是 那個 就是它的中心不一定是在 對 我跟你講 它收縮不一定是像同個點收縮 它有人是局部收縮 所以不一定 那也不一樣 所以我說行程機率很低 我沒有說不一樣 你要剛好位置都一樣 然後剛好 這蠻熱的 我倒是沒有去思考 大尺度的熱脹能收縮 比如說 我那天 我那天 事實上在看 台南回來了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 做小的路 鐵軌 我們都會知道要做裂縫 因為擔心熱脹的時候 它擠來擠 變翹起來 會變成 會變成 鐵軌 會脫軌 然後高速公路上 我們做柏油路上 我們做裂縫 有啊 新的好像有 他們那個橋的時候 不是 那是橋 新的有 柏油路上 新的會有嗎 欸 不是新的有 那我問你啊 外面的柏油路上 有沒有做裂縫 沒有 沒有 對啊 高速公路是高架沒有錯 高架 可是高架 你看到那個裂縫 你可以聽 我們知道橋嗎 像橋的時候有裂縫 對不對 很多橋都會裂縫 因為 它沒有裂縫的話 它是讓那個橋面放進去 所以它真的會有裂縫 會一個間隔一個間隔 所以你車開會就會 噗嚨噗嚨 但是 高速公路上不會浪出來 你浪出來就噗嚨噗嚨 就 你車就開不快 你車開起來會很大的聲音 所以高速公路上 基本上 我沒有看到有裂縫 那它怎麼克服熱縫 你說 左右 蛤 你可以先在熱縫 只能向旁邊站 你可以向旁邊縮嗎 至少給它一個所熱縫的空間 它很需要站的時候 它可以往旁邊站 因為它很容易 這樣的地方不站 其實你剛剛解釋的比較好 是 熱縫的時候它不會是 它應該不會向的地方站 向的地方縮 那你現在所說的是 它向旁邊站 跟你剛剛是有點不太一樣的說法 然後 我的意思 我剛剛第一個回應的字眼是說 它不一定是 有 就是怎麼講 它不一定會朝著某個點站 或者它會從某個點出發 開始那個膨脹或收縮 它可能是局部的 然後第二個我是說 它可能應該會往 條件最好的地方 開始熱縫 或者說 想在看見 譬如說 每個屋子 因為密度不一樣 它的熱縫有時候 你知道陸地嗎 陸地的密度不一樣嗎 我說屋子 屋子 它密度不一樣 它的熱縫有些不一樣 所以假如 有兩個屋子 然後它疊住了 然後上面這個密度比它重 反正它很重 那這時候下一個屋子 就是兩個發力會不會不感覺好像很熱脹 它應該不會往上漲 它應該會往左右 或左右的東西 就是 怎麼會這樣呢 我知道你說疊起來 對啊 因為上面有阻力 左右沒有阻力 然後這東西 要不要疊個東西 對啊 所以熱脹的時候呢 這個橘色應該是往外漲 因為它上面有阻力 然後也不 也有可能往下 因為剛好有 它重力 那個錘子 所以它就用手段 那 你們覺得呢 那上面的東西不會漲 沒有它搞過密度 密度不一樣 上面那個東西也會漲 沒有 還沒到那個程度 它只是單獨 它從下面那樣燒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前提 應該說 我們的路度已經上升了 但是 現在比人覺得是新的問題 說 上面這東西會不會跟著熱浪的錯 不一定 為什麼 密度不一定 會 的程度 那我們不要全部都上面那個 有沒有 程度不高 呃 有可能 障一個人不障 但是這應該沒有關係 跟那個路度沒有關係 所以說它障也沒關係 障也沒關係 障也沒關係 那障也沒關係 障也沒關係 對 欸 基本上如果說 跟它屁表上的話 就全部往上障也沒關係 是 就全部往上障 它一定有個 就是 所有東西都放在地表上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譬如說 好簡單來講 我們這個房子 下面的時候會搭一點 呃 可能會 因為不會吧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只有 會往 因為它會往裡面轉 你會往裡面轉 欸 好 這是一個圓圈 它應該會小一點 這是一個銅心環 一個鐵環 我現在如果加熱的話 中間的環是收縮還是變大 加熱 變大 變大 中間是空的嗎 中間是變小 答案是變大 它整體積變大 我也不知道 它整體積變大 它整體積變大 然後就把那個環加熱 然後把那個球 套平整 然後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我就 那它可以穿過去 對對對 然後我就讓那個球 一直維持在那個環的位置裡面 然後等它慢慢回復室溫 還講不出來 還講不出來 等一下它卡住了 沒有錯 其他人就很困 困啦 因為要把它加熱 就兩個一起加 欸 你可以強迫把它頂出去了 很困難 很困難 我拔出來 很困難 那 我直接把他弄斷 所以我把他這樣穿過去的都放在那邊 所以問題要回來 問題要回來 問題要回來 所以假設 我今天剛才聽到富士山的新聞 因為他說 下雪 好 那富士山 在夏天的時候 會比較大顆一點 到冬天的時候 比較小顆一點 對不對 因為那個冬天有氣血 所以是會更大可怕 所以上面有氣血怎麼樣 所以看起來一定會越大 從它下雪 因為它氣血會沉澱 所以它會 我先不可能 講的是說 假設就是它土地的那一塊 土地那一塊 它冬天的時候 會變小 夏天會不會變大 因為這些 我們要回來 剛剛講的刺激說 有可能會熱上冷縮的關係 這個整個大陸 這邊冷 這邊冷 所以他說東西 張葉形的這個 這個段土的出現 會不會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這個意思沒有錯 就是說 我現在開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台北剛好有韓流來 然後如果這時候不小心 台中沒有韓流 高速公路 就發現高速公路怎麼被 台中這邊被拉開了 這麼大科學 不大科學 感覺不太科學 不太苦了 停 你光這句話就不科學了 科學應該有一些 我們現在其實在推論 不是沒有意義 就是我們現在都用一些科學 就是我們講科學 就是你看過的現象 或知道的理論 來做推論 對吧 這是科學的過程 所以我們來推論這個事情 那 我如果加熱的時候呢 加到一百貨膝 它開始 сказать 對不對 嘟嘟嘟嘟嘟 就可以呼呼呼呼 對不對 好 我是 另外一杯水 那都是蜜蜂的 蜜蜂的一杯水 蜜蜂的一杯水 假設這個 假設這個鐵這個殼很硬 非常硬 我這樣加了什麼 會嗎 會不會被 會 這是可以推的什麼 壓力波 這可以思考一下 會不會只有這兩個大腦 會要說會的道理 不會要說不會的道理 這叫特許的追讀 沒有什麼不符合特許 你說 這是一個說法 如果 如果那個他們 這個磁蜂的東西 絕對沒有辦法出來的話 這幾個我們在討論 這個會討論什麼 壓力波的道理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去壓壓力 所以壓力波為什麼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不會有草莓屬 所以會不會沸騰 會不會沸騰 所以你的意思是會有器官會沸騰 我覺得 可是壓力波不是蜜蜂的 所以他到一定程度還是會沸騰 OK好 聲音 他講完了 所以說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他會不會沸騰 他需要一個度 會改變 正常來講 就是一百度 然後腸溫這樣 才一百度會沸騰 可是在壓力波裡面可能不是一百度 呃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還是會有氣泡產生 但是物質可能高一點 對 OK 啊 平原這意思嗎 又類似 不太一樣 平原這意思嗎 我就說 因為壓力波會有空氣進去 所以他才會沸騰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壓力波會有空氣進去 所以他才會沸騰 比如說沒有壓力 沒有空氣進去的話 到底說他不會沸騰 他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當這個是蜜蜂的一個金屬罐的時候 我在裡面裝滿水 沒有空氣 裝滿水 裝滿水 沒有水 沒有空氣 加熱他會沸騰 然後你的說法 如果 裝滿水 應該不會沸騰 裝滿水應該不會沸騰 誰的說法就是裝滿水的話 他還是會沸騰 值物會高一點 好 OK 好 那 你不會沸騰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你說話 他那個人是很堅固 他不會改變形狀 他不會改變形狀 對 對 可是 我覺得對啊 他會加熱的話 太快會變大 你知道嗎 他會加熱太快會變大 他會變大 對 熱量的說是存在的 熱量的說是存在的 那這樣就可能會 這樣就可能會沸騰 因為他要有東西 他會變成氣體 他有空間 沒有他很厲害 假設他存在 那個 意識共存嗎 對 對 所以我說 他可以 就是 因為他沒有空間 讓他有氣體的存在 所以他可以 一纏著人氣 他就快水融合了 所以他實際上都是 你看起來都是水 但實際上他會有水氣的出現 所以他實在會 只是他一變水氣 因為他沒有空間 讓他存在 讓他和水隔絕 所以他會 一存在 然後尤其就會被水吸到 因為他們就是 都在擠在一起 所以就會這樣 他可能會有短暫的瞬間 變成很開 可是之後他就再融合起來 這樣 好 我覺得 有一種說法 你可以說得通 像這樣 你可以用高壓 把氣體 變成液體 對 那你可以用高壓 把氣體變成液體 不管他 所以 直接用高壓 讓他 可能要準備沸騰氣化的水 保濕的液體 所以他不會被沸騰 所以他不會被沸騰 OK 他是不是 他會爆炸 會 他會爆炸 好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你都 欸 考慮你很開 而且講得不錯 好 但是其實 其實兩個地方有一點問題 來 姿姐 你要不要再說看 你都不會被沸騰的原因 是什麼 因為他氣熱 他氣熱沸騰的體氣 跟小 他沒有多餘的體積 讓那個氣跑出來 所以他的氣熱沸騰 什麼氣 所以裡面的氧氣 雙氣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解釋沸騰 來 那我會一直跑步 會一直跑步 會一直跑步 越來越大 會爆炸 你一定要到沸騰 越 越 這樣行嗎 對 好 你看得出來就是 沸騰是什麼事情 就是 水到沸騰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就是 水變成 幾分子開啟 不安定了 想跑掉了 OK 成語呢 跟上 跟上哪一個 三個都講過一次 你要跟上哪一個 你要加油 要加到誰身上 三個都加一 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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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支妳說的 突然放個幫思想 走開 水分子 他開始 移動出問題 很快 所以他就是想要跑出去 想要跟他的空間 好 然後 那個 冠軍他是什麼 你剛剛自己說了 想一下 你剛剛自己說了 我跟你講 我重複問一下 你自己很清楚 你自己說什麼 水分子 這樣 就是 水分子變成 就從液態變成氣態的狀況 水分子從液態變氣態的狀況 那我問你喔 我現在這杯水 就是被蒸發 就是 你一定要到達費點 所以被點到底是什麼 蛤 所以被點到底是什麼 就是 你講蒸發 你講說水變成氣態 我這杯水 怎麼會變成氣態 這樣會蒸發 這叫蒸發 那為什麼跟被點不一樣 結果 什麼叫沸騰 這是高溫 這是高溫 很多時候我們講 好像 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很多名詞 很簡單 可是讓他的真實意思 我們不見得理解 假設說 他高溫的時候 他的 能量轉換比較快 高溫的時候 他的能量比較大 所以 他可能 沸騰可能只是 一個什麼 蒸發的加強 沸騰可能 沸騰可能是 沸騰可能 所以什麼時候叫沸騰 呃 什麼時候叫沸騰 嗯 其實 解釋應該看別人的錯 還可以 你說看 我 對啊 他就是 呃 解釋上是說 沸騰是指 在議題表面 和內部同學發生劇烈 希望他就這樣 這樣 條件 當液體上後的氣壓 等於液體的飽和真氣壓時 液體就會開始被燈 然後什麼意思 我在看 是不是飽和真氣壓 好 我們在看一些解釋的時候 會多出很多名字 因為很多人 習慣用名字來解釋 因為 用名字來解釋 當然很高便 他前提是 他前提是 這些名字大家都理解 事實上很多時候 對這些名字都不理解 對不對 應該是說 好 當他加熱的時候呢 水的壓力會 比外面的量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水和空氣 比起來 水密度大 水密度大 所以 當他們獲得一樣的溫度的時候 水壓力會比空氣好大 什麼叫做獲得一樣的溫度 就是 好 這是一個瓶子 裡面有一半的水 它有兩種物質 然後空氣和水的密度相較起來 水的密度會比空氣還要大 密度 對 然後他說 當我有在外面給人家壓熱 就是 水跟空氣一起被加熱 那意思被加熱 那假如我被加熱一百度 那這樣的話 水和空氣的壓力相較起來 水的壓力會比空氣大 為什麼 沒有關係吧 為什麼密度跟壓力有什麼關係 就 為什麼 它相轉更快 分子相轉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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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異體還是氣體 一下子交起來 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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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懂 諧侯之書說 誰跟誰相交起來 誰比較快 異體跟氣體相交起來 所以異體比較快 異體的碰到速度比較快 會產生比較大 異體的碰到速度比較快 因為碰撞次數啦 碰撞次數比較多嗎? 對 碰撞次數比較多 是哪一個? 次數多 速度應該是一樣的 速度是一樣的 對嗎? 對 速度應該會 不是嘛 液體它以後分成分的距離會比較近 所以它碰撞次數會多 只要在碰撞時間裡面 它的速度是一樣的 就是它的次數會多 抓到幾個 OK 好 另外兩位低頭四度相等 請問一下 通不通他們的做法 我只知道 我剛剛看到的一根小牆 他翻身的人醒不來 到...到...到點... 我等一下看到一個分比頭 跟上 是很小的小牆 都是多少牆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一隻可愛的手臂 好啦 你說說看 我今天還以為自己的多了嗎? 自己的多了 我相信說 其實我們現在從一個問題 跳到另一個問題 再跳到另一個問題 再跳到另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沒聚焦回來 但是沒關係 很有趣 我覺得很有趣 好 之前你說說看 陳玉他剛說的什麼東西 好 水篩彈 第一個 一二三就看看到你寫的東西 對對對 根本寫得太好了 沒有 那邊是 很奇怪的 什麼叫很奇怪的 說寫太好啦 水的費彈 我寫得很好 那邊什麼時候上學講的 爬山 對 爬山的時候 那剛剛就講的記層吧 就是開火然後斷火然後就出水 對 算了 寫的沒有害怕 我還沒看 你都沒有認真看 都沒有仔細看 我寫的文章都沒有 你都寫哪裡 我寫的部落堂上 你也有部落堂 在光... 就是我開床的 我沒有看 在國落堂 在國落堂 那我寫的什麼 我寫什麼 那你不要理他 他這樣有水 對 我不會讓他吵笑 那表示都沒有看清楚 對 你沒有看清楚 不可以平衡好 對 有人一看完了 有人一看完了 思考過了 你再跟平衡這樣好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金鐘獎被罵 金鐘獎的評審被罵翻了 因為他們 現在那些主持人 你都沒有仔細看 你就說我們不好 到底哪裡不好 對不對 那我們不認真嗎 我們沒有娛樂性 還是沒有知識性 所以我們要繼續上課 還是這樣 你們呢 你們覺得呢 上課 都會了 下課 上課 我們可以繼續上課 等一下提早下課 這是OK的 OK 好啦 芝姐 你知道剛剛陳瑜說什麼嗎 我跟上柄 你跟上什麼 沒有 你沒有跟上的 沒有 我跟上柄的人 所以小翔也是小翔 沒有 我不是小翔 是另外一隻 我剛剛是說陳昱在解釋 那個壓力大小 他說因為水是液態 壓力比較大 在同樣的問題之下 壓力比較大 我問一個問題 所以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他就有辦法 因為你說的壓力比較大 我不知道是什麼壓力比較大 我問你現在 壓力有分耶 我問你這杯水 這杯水 現在因為從剛拿分熱水 他現在降溫跟常溫的水壓 這杯水上面有空氣 這杯水下面是水 這杯水來講的話 你說水壓力 我知道我知道 他有跟液壓和氣壓 液壓跟氣壓是什麼意思 他在不同形式上的時候 他會有不一樣的壓力 所以這杯水到底是 液壓在哪裡 怎麼樣液壓 水裡面的壓力 空氣的壓力叫氣壓 空氣的壓力叫氣壓 好那所以液壓比較大 氣壓比較大 不能比 就跟 因為他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東西不能比 對不能比 那所以 這跟沸騰什麼關係 所以我還在想 什麼叫沸騰呢 我們再回來 所以剛剛那個 沸騰就是水脫離液體 對水脫離液體 我現在水也在脫離液體 有 表面在蒸發 可是沸騰它是有點快速的 為什麼沸騰比較快速 快速溫度高 快到什麼程度 叫做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 就是快速蒸發 快速蒸發 叫沸騰 好 要多大 多快的快速蒸發 才叫沸騰 要多快 可是我突然想到 不是 它有低溫沸騰嗎 低溫沸騰 低溫沸騰 如果按照 然後 我們現在想的沸騰 沸騰 沸騰是需要一個溫度 那低溫沸騰 它的溫度沒有 達到 應該說好了 塞上跟平地 它的沸騰的溫度不一樣 那這樣會改變它的 沸騰的條件嗎 會啊 我們剛剛有看過三樣子的 所以代表它沸騰跟溫度沒有關係 欸 有關係啊 啊 但是我們會說 某個情況之下 叫做沸騰 對不對 對 譬如說 水游人在50度沸騰 有 什麼情況是50度沸騰 在壓力夠小 壓力夠小 水游人在0度氣沸騰 可以啊 在什麼情況之下 如果0度氣沸騰 在什麼情況之下 壓力非常小 突然受到高溫 0度氣勒 0度氣勒 1千個溫度來 你還要跟上嗎 你還要跟上嗎 繼續跟上嗎 繼續跟上嗎 跟上 跟上 0度氣想到冰塊 OK 之前就說 反正點數夠多 是 是 是 一台再給你扣一點 好 沒關係 都可以知道 給我記住 搞錯了 來 趕快 想看有沒有0度氣配的 0度氣勒會不會被騰 然後 我想說 剛剛那邊有看過 他把那個 那個就是 有一個機器 然後他可以 把那個抽針後 嗯哼 然後那邊被血就這樣沸騰了 對啊 然後他把他拿出來 我摸的時候還是冷的 對啊 對啊 所以剛剛講的 50度氣勒會被騰嗎 陳毅說可以啊 因為低壓就可以了嗎 對 對不對 那我先問你一次 0度氣可不可以被騰 呃 就是 他可以被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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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 0度氣也可以是水 0度氣 既然都是冰塊 對不對 他不是冰塊的話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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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面是水 溫度弱勢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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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寫下來 是用開心的討論 但是 真有趣 所以 0度吸的水 有可能沸騰 對不對 什麼情況之下會沸騰 可是 他會不會 因為 有體積的水還要大嗎 對 那會不會 一釜一壓 那一釘壓 結果媽媽他給我解冰 我等一下話都不理我 前提是 你不能 前提是這樣子 你不能再 現在就第一步期 你現在可以開電腦 我要做紀錄這樣 現在這個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上跟電腦 你這樣做課長或做什麼 很多題目可以做 很多題目可以做 很多題目可以向下延伸 這是有趣的 你可以向下延伸任何點 向下延伸都不變得很好的科學 就這麼好 我也不要投大學 直接去拿諾貝爾成功 我跟你講 你講諾貝爾成功 看一個報道 那個 最近日本 去年還是什麼 有個日本人拿一個諾貝爾獎 高中城 他用藍光LED 拉諾貝爾成功 高中城 不是高中城 他是不是年輕人的 他 但目前我們有聽過一個大學生 拿諾貝爾成功 不可能 不可能 比較靠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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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卡 他提出了論文 他提出那邊論文 幾歲了 大概是26歲的時候 他才大學 不是大學 他26歲了 已經在工作了 他的論文 他有著名的論文 都是他已經在工作的時候 他在那個專利局工作的時候 提出來論文 不是說的字 不是 他的諾貝爾獎 是光線效益 但是 他的諾貝爾被審過 是二三十年後的事情 你們知道意思嗎 我還在想 他那個年代 就有諾貝爾獎 對 因為 這是個意思 就是 你提出個論文 這個單項 沒有人知道 這邊論文的重要價值 沒有人知道這邊很重要 所以等到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之後 不然就 原來這邊這麼有價值 所以 我們要趕快辦個諾貝爾給你 懂不懂嗎 所以他的諾貝爾是很少的 所以大部分的諾貝爾 很少是你紀念集一出來 紀念集上 拿諾貝爾講 不太可能 過很多年 要過很多年 他慢慢被歷史證明 他是很重要的 好 呃 我們講 講到艾瑞瑞這件事情 是什麼 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 講到 那個是日本的他 南光LED 他說 其實他南光LED 那個發明者 他說 他在其他評論說 我們現在的 東方的教育開始敗 還是讓很多時間 在考試 對 對 我們目前 說的話 要做到 然後 跟他 他沒有 大拳 這樣 這不算 好 那個那個 諾貝爾講 他說 他事實上他說 他在中學的時候 考試成一個評比 都沒有特別好 他大拳不是一個三流 但是算是三流的大拳 沒有很常的大拳 我們今天討論 這算幾乎 可是他一直在 從 從板塊運動開始 板塊到背 好 太遠 不會太遠 這是你們演成的 不是我主導的 今天的課程 不是我主導的 不是我主導的 有點嚇 好 那 那其實 他在講說 我們應該是 多做一些 如果說你對這個課程 對這個研究項目 是有興趣 應該是專進去 然後研究他 這會跟你們說過 這會跟我說 那 今天只是 運氣很好 就是大家在討論過程中 引發出很多點 可以從這點上來做討論 那我就覺得 就沒有趣了 所以 所以 剛剛回來 回來 我們來講一下 是那個 沸層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題目是 0度C的水 可以沸層嗎 剛剛 之前是說 0度C 我突然抽真空 它會變成冰 會不會 當然會 0度C的水 如果突然抽真空 它變成冰 所以我的前提是 這0度C 水 基本上已經放在一個 很低壓的狀況之下 它會不會沸騰 有沒有可能很容易沸騰 我會問它 會不會沸騰 或者是 我能夠持續維持0度C 但不讓它沸騰 不讓它 變成固體的情況之下 慢慢把壓力再抽掉 事實上 簡單來講 我現在一杯水 我不加熱狀況之下 我就怕它變 也不怕你真空更低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有 不 可能 比 真 空 更 提 一樣 好 這個題目呢 我就不解釋了 但是請你 這是你的家庭作業 你現在去回答我 有沒有可能 比真空更低啊 不要先來 現在不是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做的事情 好 這是一杯水 對 因為我覺得 這一個它應該 不能講 啥子就是這個 這一杯水 這是一杯水 我不加熱狀況之下 我如果讓它沸騰 不給它壓力 不加熱狀況之下 不讓它沸騰 對 不加熱狀況之下 怎麼讓它沸騰 你說什麼 不給它壓力 對對對 我說先 因為 其實 這個定義是從一些 現象中去觀察 從現象中去觀察 從現象中去觀察 這是一杯水 我怎麼讓它沸騰 不加熱狀況之下 要回來三象中 三象中 記得嗎 三象中 記不記得 記得 記得嗎 那個 官員可能沒有看到三象中 解釋一下 這是一大氣壓 DAT 這是壓力 P 這是溫度 所以這個對下來呢 這點是0度C 這點對下來是100度C 那意思是說 這個區域是什麼 是液體 這個區域是固體 這區域是氣體 所以水呢 從液態變氣態 這個點是一大氣壓的時候 是100度C 我如果希望它在 25度C能夠沸騰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很低氣壓 很低氣壓 我需要把壓力降低 到這裡 我就可以讓它沸騰 對吧 它可以在這點上 直接從液態變氣態 所以沸騰的方法很多種 一個是加熱 我把溫度C 加到 那100度C 一大氣壓的情況 它會碰到這個點 碰到這個點 然後它可以從液態變氣態 它是沸騰的 另外的問題就是 我把壓力降到 我這個度對到這個點 我降到這個壓力 我可以讓液態變氣態 這是沸騰 那這樣就可能 可能怎麼樣 就是水是複數的時候 這還不是喔 還不是喔 我們剛剛是糖尿的一個題目 那題目是說 有趣是有趣在 做一些 些像的看法 所以這邊是有什麼地方沸騰的 我先把他蓋起來 然後抽身空 開始抽壓力 空氣抽走 抽到壓力夠低的時候 那就開始沸騰 好 問題又來了 所以什麼叫做沸騰 好 首先 會很溫度沒關 會很溫度沒關 OK 或者可以解釋說 它跟溫度有關 但是它還會在 它還要在 它還會有另外一個因素改變 才會跟溫度有關 因為當 就是它變成 如果它跟溫度有關 才會跟另外一個 因素 有關 什麼意思 不是 當這個因素改變的時候 溫度才會有 溫度改變才會有 溫度改變才會有 它的意義 那個因素是什麼 壓力 OK 壓力 欸 你又開始有空門 所以當壓力改變的時候 那溫度改變才會有 我先準備一些 那個門擠飛彈 跳動作直接揪過去 對 那這都變了也是 對 對 航訓那個因素就是壓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壓力改變的時候 這是三項組的意思啊 陳語 這是三項組的意思啊 我壓力在改變的時候 我當然可以改變飛彈 因為這條線是曲線的 我改變我的飛彈 好 所以飛彈是什麼 當壓力不足以把水分子 壓在那樣子的形態下 它就會 退彈 OK 對 再稍微解釋清楚一點點 壓力沒有辦法讓水分子 的排列像是 它 在一大計壓下 該有的排列狀況 什麼是 它該有的排列狀況 就是氣態啊 液態啊 或是 所以 你再重新 講一下什麼 就是說當它外界的壓力 沒有辦法使水分子排列 在它正常 達到它正常 三態狀況下的排列 後面這以外有什麼 什麼叫它正常的三 像之下的排列 三態 三態 就是說 它本來是 嗯 氣體的排列 怎樣 然後 就是 就是 對 所以 什麼叫做壓力 小到它沒有辦法按照它正常排列 那是什麼情況 就是 沒有辦法 對啊 就是 它會 分開 它會分開 OK 沒有辦法排那麼緊 沒有辦法排那麼緊 壓力小到它沒有辦法排那麼緊 你說它是什麼 氣態 氣態 所以它變成一態變氣態的意思 那個 網路上有寫肺孔的定義 你說 他說它就是常常一態 變成氣態的 兩種方式之一 一種叫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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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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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這樣就丟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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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全都走彎嗎 我以為它是拋比 那白色 我如果說 在黑色的衣服上 你會看到一個白熱點點 對不對 你可這樣就丟不到嗎 你可這樣就丟不到嗎 應該說這樣 呃 當 壓外面的 欸當水 的 壓力 壓力固定的時候呢 你如果加溫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加溫 會增加它的飽和程度 欸增加它的飽和量 那什麼 什麼叫飽和量 就是像水啊 當我要溶解糖 欸鹽巴 鹽巴的時候 當水的溫度上升 它能溶到鹽巴的 溶解度變高 溶解度變高 然後它的飽和程度也會 欸 什麼都越飽和 好 反正它對鹽的溶解程度 但是對鹽啊 你現在講說 我當國溫度增加的時候 我的飽和度增加什麼 飽和度 是不是要說對液體啊 液體的飽和度什麼意思 對液體的飽和度增加什麼意思 飽和度 液體的飽和度 是什麼意思 液體的飽和度 欸 當 其他同學如果提出一些奇怪的說法 你們在挑戰他 不是都說我在挑戰他 我還在思考 我還在思考 我想太快不好意思 可是我們挑戰他了之後 最後沒有重機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挑戰有道理 我就可以加點啊 對不對 好 現在飽和度 液體的飽和度是什麼東西 是國中生的交 對 國中沒有交 國中生的交 高中還沒有交到 對 會交 會交 但它不會叫飽和度 蛤 有沒有飽和度的名字 沒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 會嗎 然後我們往微提的東西 還寫 還寫 往微提的東西 我都不相信啊 那什麼都可以吃啊 那你幹嘛不改 蛤 你改他幹嘛 讓大家都可以受益啊 我跟你講啊 這個問題就是 我那天開個新聞啊 他說 欸 等一下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我昨天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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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看前天 前天看個影片 他看個影片啊 他就說 喔 說到那個 某某某某這個影片的啟發 我決定我來拍個類似的影片 他就假裝是個蝦子 他就拿來當彩券 他說這張彩券 中五百塊錢 確實中五百塊錢 他就 就講到蝦子 先生不好意思 你幫我看一下 這張彩券是不是中五百塊錢 聽說是有中五百塊錢 那有兩位媽媽來 我把這場彩券交給他 所以就幫我看一下 沒有 就要詢問 那前面兩個呢 是詢問那些 衣著光天亮麗 看起來是還蠻有錢的樣子 的人 他不錯啊 他不是真的蝦子 他是講風蝦子 結果那兩個人 攝影機看到 那兩個人就說 沒有你這張就沒有中獎 那個 我把你丟掉了 這是沒有中獎 我把你丟掉了 他想說沒關係我自己丟掉 沒關係沒有 我可以幫你 把你丟掉 然後另外他問兩個 就是 看你不是遊民 他問那兩個 街友 現在叫街友 那街友說 欸你真的是中五百塊錢 恭喜你啊 你好 英雞人啊 這是五百塊錢 那中到了 然後他就把你丟掉 啊這個不好意思 我剛才做個實驗 然後這個 我給你十塊錢的回饋 這樣子 然後那是講是美金啊 然後看了這句 哇 好感動 因為那街友都這麼爭議 然後這個 關鍵衣著光鮮亮麗的人 都是這麼的邪惡 你覺得合理嗎 那才 只有四個人而已 對對對 只有四個人而已 所以這樣當然 都不合理啊 只是 應該只是比例問題 對啊 這我的想法是 不是比例問題 這草莓問題 他可能拍了一百個 衣著光鮮亮麗的 但只有兩個 是這樣子 我就幫他兩個撿進來 我拍了一百個街友 可能也是只有兩個 這樣子 我會幫他撿進來 我當場逆轉結果 是不是 爛的 不 這是我的想像啊 這是我的想像 所以說你今天看一個報導 你可不可以相信這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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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真的 什麼 你要撿一百次五百元的彩券 不能撿兩百次 什麼 你不是要撿五百元的彩券 沒有啊 他 那個人也要把彩券拿走 他幫他把眼鏡拿一下 不好意思 我這是個測試 我是看眼鏡的 那那個人說 你這搞什麼東西 又走了 那影片讓他這樣 他馬上就罵髒話 就把那個彩券標的 放手了 那所以說 這個影片拍 但是他真的是這樣拍的 你不能現在這個結果 你就真正結果 所以通常也是 Vicky 假的寫錯 雖然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我們要有能力去判斷 他想是對來說的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好 所以呢 沸騰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用 不一定要查一下真遠 不一定要查一下 我們光想 就可能想出來 以前的科學 一定要這樣想的 我們之前想完之後 用記的說法 把說清楚就好了 所以你覺得沸騰會有什麼現象 照看修理解 沸騰會有什麼現象 說說看嘛 不要光等待一個答案 所以它的溫度和它的壓力 會是一個 反比 我記得是反比 它可能兩個同時存在 就是因為很高溫 然後越壓 可能低壓的時候 不 你想 也像他講 也是反比的概念 但它不是反比 我想不是反比 意思是說 它不能有真的比例 所謂的反比是這樣 我們感覺它是 你壓力越大 你需要的溫度越大 你壓力越小 你需要的溫度越小 你需要的溫度越小 它沒有比例關係 不是有比例關係 但是它有一個現象 所以它沒有比例關係 所以不能講反比 不能講反比 對 它有比例現象 有關係 有關係 但是沒有反比 也沒有正比 所以什麼是沸騰 您觀察到沸騰現象是什麼 觀察到現象什麼都不知道 對 就是快速增 什麼 快速增 OK 我們觀察到現象是幹什麼 多快速 冒泡泡 冒泡泡 OK 這是很難的現象 剛剛講到現象是冒泡泡 冒泡泡快速增嗎 所以接下來我們討論 為什麼會講到這邊 實際上從自己人的問題來 自己人說 冒泡泡泡認為是水中的空氣跑出來 所以假設這個水裡面沒有空氣 就不會沸騰嗎 不然到自己人說不會沸騰嗎 還是會 為什麼 因為 他冒泡泡 給自己的可有可有的現象 不不不 你這樣沒有解釋我剛剛的滾頭 我剛剛的意思說 字節的說法 字節的推論是說 沸騰是因為水裡面的空氣跑出來 所以我的討論說 我要逆推 字節的說法是我推嘛 逆推成 假設水裡面沒有氣體 它就不會沸騰 對不對 我之前好像說過 說過 一鍋子 它非常的平整 它不會沸騰 對 一鍋子 那是一個鍋子 如果沸騰到平整就不會沸騰 那是一個完美的鍋子 那這你就會不會 湯匙聽進去比較好笑 欸 不見得 那是講的 那講的又是突沸 那講的突沸 是我把水拿去 拿去 回鍋的時候 不一樣 這個東西 不太多 對 嘗試的問題 什麼就是網路 那突沸叫做突然沸騰 突沸 突然沸騰 突然沸騰 所以 就等於沸騰 等會不會講到 對 因為他們之前上面有講過 你還沒上到那段 空間沒有聽過 但是 這不打緊 這回來 我現在還是回來剛剛之前所講的啊 假設沸騰的前提是因為 所以空氣跑出來 所以我說 我如果先把水的空氣都趕走了 這杯水是沒有空氣的 裡面沒有溶解任何空氣的 請問之下 這杯水拿去加熱會不會沸騰 會 通常會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好像有氧氣 還是有氫氣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在這個傷害被化裡面 他不會分解 不 來 對 你說 因為水 他不用管 他 他 跟其他東西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都會有傷害被化 對 然後咧 所以他怎麼樣都會沸騰啊 所以那個沸騰是泡泡是什麼 氣體 那應該是說水 任何氣體跑出來 應該是一個空間 OK OK 所以我在等櫃圓回答 你們都好像反正 他從下面 假設說他的 水就是空氣 對 就是 先從水 變成水氣 我懂了 然後他從下面 往上冒的時候 這樣就變得 我懂 所以假如是空間 我把裡面的樹的氣體 洗掉 那也就是說 他的水裡面的壓力會 因為假如 我把他的壓力氣加起來 這震動嗎 這震動嗎 水他就感覺他充滿了震動空間 水就感覺他充滿了震動空間 水就感覺他充滿了震動空間 因為裡面其他沒有氣體 那裡面只有水的話 那水就會去擴散到震動 所以你就感覺水他充滿了 所以你就沒有氣體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樣子 我會看到什麼樣子 就是慢慢的水 在這個空氣裡面 然後如果沸騰 所以沸騰它不一定是 水裡面的空氣導出來 沸騰 沸騰 我剛剛 好OK 那目前為主都沒有講答案對不對 我等一下要讓你推論 沸騰剛才說的 我再回來講這件事情 直一聽 沸騰說 被騰是因為水裡面的空氣跑出來 可是我剛剛把這個 推論到說 假設 沸騰剛才擠了 你等一下聽我這邊 因為你剛剛沒有聽到 所以你現在問你頭髮的問題 是結果你剛剛三個已經討論過了 好 當水裡面的空氣已經被湊乾了之後 為什麼 他還會被騰 所以他們剛剛上去討論說 因為水變成水氣了 那個泡泡就是水氣 那泡泡就是水氣 所以你剛剛講的 假設我先把湯針通了 沈騰的說法是說 當這邊是針通的時候 水都想變成氣體 所以水會全部 充滿整個空間 也就是水跟水分之間 距離變大了 合不合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字姐講這個 換一個快修正是對的 水變成水氣 所以可能產生被騰的一樣 這是對的 所以被騰你可以 製造一個想法是 水可以突然變成 氣 水氣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好 現在成語講了 假設我現在這個被子上的抽成空 外面壓力變得很小 假設要趨勁為領是正空嗎 我的水會想要變成氣體 沒有 我剛剛講的 其實跟你們剛剛講的 沒有 我現在講講的 那你再說給你 就沒有關係 我只是說就是 那時候我把這個抽成這樣 會變怎麼樣 就都是水而已 就都是水 所以你剛剛是有這個結論嗎 對啊 這個水會突然間 全部跑不完 會變成整個都是水 對啊 也就是水的密度 變成很低的意思 對啊 因為它創了很多 有關係嗎 有關係嗎 有關係 就是我關係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好題目 所以你還討論這個題目 蛤 那不是一個題目啦 事實上所有東西不是一堆 這叫做有趣的地方 就叫做 我們在解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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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們比孔子搶100倍 對 比他搶33倍 比孔子的弟子搶33倍 好 好 比孔子好久 來來來來 想一下想一下這個題目 所以假設我現在把水放到這個杯子裡面 我們上去抽正通 水的體積會變大 對不對 我覺得會變成水氣 會變成水氣 懂 所有的水都變成水氣 對 好 所以 是不是說水都變成體積變大 充滿了水 一個是說所有的水都變成水氣 充滿了什麼空間 我覺得都不對 然後咧 應該是 勾索 上面是氣 下面是氣 OK 所以現在有三個答案 水氣 水 或者是有一條線 水跟水氣 我剛剛說水 水跟水氣 你剛剛說水啊 對啊 你剛剛說水會體積過大嗎 欸 又是關鍵的一票啦 搞不好他 你們上面的水 對對對 一上戒飛也可以 一上戒飛就要抽第四個答案 想說我剛剛其實也在看一隻小聲 還是我要拿粉餅丟呢 蚊子不見了 蚊子不見了 來 收看 現在的問題是 這題杯水 半杯水 我如果把它蓋起來 已經沖成真空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動作是 這個水 因為沖成真空 所以我會水突然間 擴散到整個杯水 第二個形象是 因為它空間變大 所以所有的水變成水氣 第三個說法是說 這個水 會一部分變成水氣 所以這邊是空的 這邊還是水 好 應該一般變成水氣 一般變成水氣 一般變成水 就是會有流水在這邊 所以是支持 引人的說法 那這樣比較合理嗎 就是 好 其他合理在哪裡 因為 也不一定 那裡面的空 應該也要看這個空間有多大 如果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如果不夠 它全部變成水氣的話 那 它就下一個會流一些水 OK 那如果這個空間夠大的話 它就會全部變成水氣 OK 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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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空間夠大的話 壓力 壓力 壓力低的時候 什麼 水就會 它會 想要變得水氣 就會想要變得更大 另外 欸 仔細聽聽他講 你們都在 你在做自己的事情 你就沒在聽他講 有 你又沒有挑出他的 掛出的問題 好 我只有看到 休憶性在這後 什麼性在這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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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吃 好 那個 如果 不要說壓力 它的壓力更低的話 那 水的體力會想要變得更大 嗯 嗯 它的體力變更大 就會變成氣體 嗯 那 它變成氣體 它變成氣體的話 可能 可能 就這一部分的水變成氣體了 之後 這個空間滿了 嗯 那剩下 就會進去為是在水的狀態 OK 那 如果 這一下 這個空間夠大 它全部變成氣體了 這 這個空間夠這個水 全部變成氣體的話 那 因為 它的壓力很低 它就會進去 耶 這就是肺盒 讚 好 讚 所以全部都支持 智傑的說法 好 跟上 跟上 我剛突然 領悟到了什麼 好 我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稍微解釋一下 等一下 剛剛他說就是肺盒嗎 不是嗎 那你跑我正希 什麼 所以你們聽過這個名詞嗎 我們解釋一下 應該不是說沒有這個名詞 應該不是說沒有這個名詞 應該是飽和 飽和度 飽和度就是沒有這個名詞 但飽和正希要是這個名詞 飽和正希啊 那就真的 蒸氣 蒸氣 喔 喔 蒸氣 蒸氣 好 OK 來來來來來 開一下 開一下 當 我這邊抽這個空 我這邊沒有空氣對不對 沒有空氣 水 就像陳語講 它很容易變成水蒸氣 當水變成水蒸氣之後 就是水的表面上面這邊 循環有壓力 對不對 什麼壓力 變成水蒸氣 對 變成水蒸氣 就有壓力了 它就是氣體了 就有所謂的氣壓對不對 就有氣壓 就有氣壓 這上面就有壓力了 所以當它壓力是凝的時候 壓力是凝的時候 它很容易蒸發 因為上面沒有東西 它就很容易蒸發 就是相當於說這邊沒有壓力 所以我表面的空氣很容易上去 表面的水分很容易上去 如果表面的水分上去之後 它就變成有壓力 有蒸氣 有氣壓 應該叫氣壓 但是因為這東西是蒸氣 所以我們會叫蒸氣壓 它上面有蒸氣 蒸氣也是一種氣體 它蒸氣壓就會很壓力 所以壓力會上升 壓力會上升 上升 上升到什麼程度 上升到 上升到不行 上升為止 你覺得這個壓力上升跟誰有關係 跟哪個參數有關係 跟水量有關係 跟水量有關係 或別的 溫度 跟溫度有關係 跟空間吧 就是 空間 跟你的講空間 跟那條水量是一樣的概念 假設我現在講是空間有限 水量有限 就是一定有水可以蒸發 不會蒸發它不能蒸發 不會蒸發到蒸發光的為止 它一定有水可以蒸發 在情況之下呢 這個壓力跟誰有關 這個壓力值跟溫度有關 溫度越高它可以蒸發越多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讓妳說嗎 我真的讓妳說嗎 我們別人說吧 沒有 水分子在內 我幾個高它就說 空間變得更好 OK 簡單單講 這是一個動態平衡 我想蒸發是個動態平衡 就是說 我蒸發了 這個時候改成平衡 我現在同樣的溫度同樣的壓力 都不會再改變的情況下 這邊有蒸氣壓 有水蒸氣 我這邊有水分子 這時候呢 每個水分子都還是會 要往上跑 往上跑壓力變大 壓力變大 壓力變大 其實很擠啊 對氣力來講就很擠 就會有壓力 就有水分子 就有水氣分子 會噗 再變成液態水 那這時候 就有別的液態水 可能是它上去 就有別的水分子在下 這個動態平衡 它是不斷在平衡的 一個上來就一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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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平衡的 這表面這個界面的汗 上上下下上下 它是平衡的 可是只要 跑得多一點 這壓力變小 壓力變小 它就可以掉水分子跑上來 對 只要水分子跑上來 壓力變大 就會水分子被擠下去 這是一個擠 一個擠的程度 簡單講 你溫度越高 它是不是水分子運動最快 水氣分子是跑得越快 跑得越快 它撞擊壓力會越大 它又有可能被撞到下面去 撞到水分去 撞到水分去 就被黏住了 當你 溫度是維持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狀態平衡 可是如果給它更多的溫度的時候 會怎麼樣 全部都在亂跑 它跑速越快 跑速越快 它就越容易跑上去了 越容易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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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跑上去的機會越大 跑上去的機會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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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講 就是 沒有啊 它轉換比率越快 對 轉換比率越快 但是它跑上去的機率會變大 下來了 機率也會變大 也會變大 但是 所以它就是轉換速率 對 假設這是氣態 這是液態來講的話 你的壓力越大的時候呢 它往那邊跑 你的壓力越小的時候往那邊跑 溫度越大的時候呢 它越容易往那邊跑 溫度越小的時候它越容易往那邊跑 可是溫度越高的時候呢 它越容易移動越來越大 它的間距越變大 所以越容易變成氣體 它變成氣體的量多了 它壓力就變大 所以溫度跟壓力就有完整 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知道是溫度了 我們就聊這個壓力 我們就說這個壓力就是 飽和增氣壓 因為這時候它已經飽和 飽和就是說 它已經不會再變更多的氣體了 這樣飽和 飽和就是說 它已經是停在這裡不會動 因為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我固定溫度的時候 我一個水噴上來 我水噴下去 就是一直飽和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量它的真氣壓 這邊的壓力一定叫飽和真氣壓 這樣不是要飽和真氣壓嗎 吸壓是一個形容詞 飽和是一個文字 飽和 真氣壓 飽和是一個形容詞 飽和是一個文字 沒有 不是 真氣 好 中文老師 為什麼每個禮拜中文老師 我沒有拜中文老師 我沒有拜中文老師 好 這個應該是一個飽和真氣壓嗎 好 我們現在對飽和真氣壓有概念 對不對 有沒有概念 有概念嗎 好 我現在把空氣放進來 所以可以再找一個 再找一個 叫什麼 就是飽和真氣壓的定義 好 就是 我這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假設裡面沒有空氣 我在某個溫度之下呢 我這個水分子會跑上來 一點點 這一點點到我們會起了平衡 平衡 平衡就是說 已經不會有再多的空氣上來 它就平衡了 那平衡的情況下 這邊是水蒸氣 這邊是水分子 所以它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就平衡 這時候這個水分子 這個水氣分子所形成的壓力 就是飽和真氣壓 所以在常溫頭壓下的時候 也是會有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這邊水會一直增嗎 為什麼 水會增嗎 因為它空間保和 有無窮大的空間 無窮大的空間 然後呢 給它去填滿那個保和的 加個紙 它還可以倒保和 簡單來講 這個空氣啊 假設現在有這個空氣 我這邊取一個空氣 進來這個袋子裡面 這空氣的組成是什麼 一個 很多對不對 有氧氣 有氫氣 有氮氣 有二氧化 有沒有水氣 有 這水氣的壓力比例 我們這邊分啊 假設是一大氣壓 裡面可能有0.1大氣壓的什麼 應該是0.2大氣壓的氧氣 0.8大氣壓的氮氣 可是這樣就滿了 所以可能沒有到0.8 可能0.7 7 8 那0.1 0.01 得什麼 0.005 得什麼 好 這東西加兩次一大氣壓 其中呢 水氣的壓力 壓力 如果是0.0.002 1 好 的水氣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水氣 這個飽和蒸氣壓力 跟這個 這個溫度之下的飽和蒸氣壓力 來比較 假設水氣的壓力低於飽和蒸氣壓 這個會當什麼經驗 他會去拿走 他會去蒸他 因為他想保護 他還沒到飽和蒸氣壓力 他還沒到飽和蒸氣壓力 什麼情況之下他不會再蒸他 他不想蒸他了 就是他已經倒了 他到水氣的蒸氣壓已經倒了 他就不會再蒸他了 簡單來講這個意思 空間裡的某個溫度下 每時間含那個水氣量固定值 這個壓力就叫飽和蒸氣壓力 嗯哼 有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 是我的高度 你在講一次 他講他你講的一樣嗎 在講 一個空間裡 在飽和溫度下 每時間內產生的水氣量固定 此時的壓力 我們就稱它為飽和蒸氣壓力 對啊 他說每個固定時間被所產生的 所產生的氣體 是相同的說 我是不是一樣 剛剛Google翻譯 他有講時間 因為我剛剛錄音有講時間 你有講時間 他說在每一段時間都會相同 那你 把一個時間走 把它超常的時候 那他這樣就會 整把他抽提抽提的 對啊沒有錯 他那個意思是說 他意思是強調在一個空間裡面 呃 他才能 那你這樣子 不就 他那個時間應該跟我們現在目前 上升下來 上升下來 不是一定的時候 他應該強得多吧 強得多 他這個 靈結跟蒸發到達一定 他這個應該是翻譯的 翻譯的 你翻譯不好 我翻譯不好 我翻譯不好 但是你是多少翻譯的 我翻譯的 你去哪裡翻譯的 我翻譯的 自己翻譯啊 原來的英文 原來英文寫什麼 英文 沒有英文 不然你從哪裡翻譯的 沒有翻譯啊 你剛剛講的我只是八 你從我講話翻譯的 我沒有講同時間 是 我沒有講時間的觀念 不用時間內 不用時間內 他就一直在維持過程 他沒有時間 就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他產生的速率一樣啊 可是你剛剛不知道誰啊 你說 每個時間內 他產生的水氣要固定 那我們就跟他講 那我們就跟 那表上是在產生水氣啊 一直在產生水氣啊 你沒有講 產生水氣要跟他靈結的量 是一樣的時候 你重點不在那個時間 重點是在 重點不在長的時間 對啦 就是 好 當下的水氣 應該當下 你看 到水氣 形成的速量跟 凝結的速量 平衡的時候 就是要保護 就是要保護 這個壓力是保護 對 所以跟時間沒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每個時間內 他產生水氣要保護 固定是保護 嘿 水氣耶 你這樣 對啊 你這樣每個時間 對 應該是 蒸發跟凝結的速度一樣的時候啊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在把這個動作 稍微 結束一下 所以我們在講相對濕度 怎麼樣相對濕度 不過今天濕度很高 怎麼樣濕度很高 就是保護的正確 在 就是 怎麼樣 怎麼樣保護的正確 你剛剛只有講一個保護的正確 沒有解除我的濕度很高 就是在這個空間 因為台灣比 怎麼樣 水氣戰的 比例 比 正常要高 什麼叫正常 就是 比 比較高 比較高 什麼叫做比較高 就是 比 講 我們以後可以做個遊戲 就是呢 就是 講話 如果言之有誤的話 那就會有 加點 或者是 扣點的 那個 言之有誤還要扣點 沒有 言之有誤會有扣點 對 反正就是隨便嘛 好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有其他的濕度 那個 那個官員講的東西 你們都 你們要去聽一下 你們要聽完呢 好 他說 比那個 還要高的時候 比哪個還要高的時候 他沒有誤會 還會講的 正常 他說比正常 喔 我想 我現在 我現在 不用官員 我現在問你自己 什麼叫做濕度高 濕度高 從我們現在 剛剛講的 這些東西來 去想想 什麼叫濕度比較高 濕度高 現在濕度很高喔 濕度比較高 高低是比較出來的 對對對 他總是有 拿什麼東西來比啊 拿其他的濕度來比啊 其他濕度是什麼 如果現在我們對濕度沒有聽 你怎麼去拿其他濕度來比 我們可以理解濕度 問懂 我們為什麼會感覺濕度比較高 但是我也不知道 沒有 你看嘛 你現在是0.0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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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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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遍 1到725度C的時候 那個空氣中還有正常的水量 那個正常的水量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舉個例 假設 我們剛剛講的 假設我今天量得到 就表示這個空氣 目前裡面的水量 就這麼多的大氣壓力 它形成這麼多的壓力 這個空氣中的水分子 可以形成這麼大的大氣壓力 可是我知道了 它的飽和正氣壓 這個溫度之下的飽和正氣壓力 是0.00002 35 就是說假設我這個溫度之下 同樣的有一杯 真空的 這個 真空在這邊有空氣的 罐子裡面有裝水 我去量到這裡面的蒸氣壓 是0.0035大氣壓 請問 這樣的空氣 還可不可以讓我的水蒸嗎 這樣的空氣 還可不可以讓我的水蒸嗎 我這杯子有使用的蒸發 為什麼 因為 它已經 飽和了 飽和正氣壓力 飽和正氣壓力 還可以 還可以蒸發對不對 還可以 還可以 所以說 這個溫度高不高 不高 這溫度高不高 怎麼看的 跟其他的比 跟奶其他 那個其他是什麼 跟其他的溫度比 什麼叫做其他的溫度 就是可有一個0.01 1.20 0.01 0.01 就是越秒越黑 一級扣1點 二級扣3點 陳玉講屁話 好 先扣陳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在講什麼東西 我就是幾10點 是不是 你講說跟其他的溫度在比 高一點 溫度 高低是比較出來 高低比較出來 所以你跟誰比 你為什麼要跟0.002 0比 他說這就是他的溫度 他沒有錯 因為他們兩個都還 不是他比溫度嗎 對 比溫度 所以溫度是用趴出來算 OK 用趴出來算 所以你現在0.0021 是0.0035的 五分之三 OK 所以 所以只要溫度 比 就是溫度的趴數比他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他的溫度比較高 然後比他低的話 那他的溫度就比較低 所以你現在把0.002 1當你的標準 對 對 為什麼他變標準 因為 假設嘛 沒有假設啊 我現在沒有高級 他就是高級 所有的標準是什麼 所有的標準是什麼 公認的 對公認的標準 我沒有說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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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溫度是高或低 你要告訴我他是高 為什麼他是高 他是低 他為什麼是低 可以最舒適的 我們的責任在聊嗎 欸 把他講完就可以先講完 今天就要講完就好了 不會啊 不會啊 你說能理舒適度 那是一個參考標準 那不是他的標準 我們現在可以說 我們唯一的標準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知道唯一的標準是什麼 說說看 唯一的標準 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都找到東西 可以當成標準的 唯一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可以 假設 就是剛剛成語講 標準就是大家公認的 這邊唯一可以公認 有效的數字是什麼 就是保的東西啊 沒有錯 我們只能拿保的真相當成標準 我們只能拿保的真相當成標準 沒有別的數字可以當成標準 只有它是標準 所以當我水中的空氣 達到保的真相當之後 我們就說這個濕度是多少 一 對 就是百分之半 好 所以相對濕度 或是我們現在濕度高不高 純粹是拿保的真相當標準 你越靠近保的真相當 就是濕度比較高 越遠離保的真相當很低 表示是 比較乾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不可隨便說 拿個像 跟昨人比 或是跟0.00020來比 因為那是沒有意義的 反正它都 不是都先跟保的比了 之後 再互比的 可是 你說它比較高 因為它比0.00020高 我也可以說比較低 它比0.00025低 對啊 對啊 可是 這沒有意義啊 那到底 什麼都沒意義 因為 我是沒意義說 你拿一個不是標準的東西 來比較它什麼意義 就跟我其實是很高的一樣 對啊 你再重新講 如果這樣子 如果1是 那個 飽和蒸氣 那50該怎麼講 那就是一半 那我現在 我現在 多啊 你可以說高面跟高低 你看你跟什麼來比 所以我剛剛講說 所以你是跟什麼來比啊 我剛剛講說跟飽和蒸下來比 可是跟飽和蒸下來比 你 這不要 這都會比較低 所以說你比較靠 我剛剛不講 飽和蒸氣下 就是最高標準 對啊 你越靠近它的 吃度比較高 越遠離它的吃度比較低 對啊 所以 你 你一定是越 越靠近它 所以 你一定是拿兩個東西來比 所以你不能說 所以你不能講說 我覺得 0.0021比較高 0.0021比0.0020更靠近 0.0035 不就對了嗎 這個 這樣的說法 會沒有意義是 因為 這樣的說法 不容易被理解 好啦 你同意子 我說 欸 這是合理的嗎 不是本來就是這樣比的嗎 越靠近 一定是拿兩個東西來比 之後比較靠近這個東西 應該是 我們講說 如果說我們講說這個濕度高或低 你應該有看到標準 你們說 這濕度當然是高啊 因為我跟0來比它就是高啊 對啦 那我如果說 0.00211 是高還是低 也就是說 它是高啊 它比0高啊 啊這樣1嗎 沒有1 當然沒有1啊 所以是看你跟什麼東西比啊 你還是沒有理解 有意思 沒關係 你還是沒有理解 這個東西 是標準 對啊 所以我們一定有標準之後 才能說 這個東西高或低 你去拿它左右來比 都沒有意義啊 其實我 正常的標準應該 一般來講說 比標準 就是比這個標準高的就比較高 比這個標準低就比較低 好 可是底下 這不是我們習慣的 可是底下的東西 但是 我想說相對 相對 就是 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知道的 最低在這裡 最高在這裡 對啊 你知道了嗎 阿迪要說 先聽我講 我已經知道最低 我已經知道最高 我先問我畫個點 我說這一點是高還是低 你是有感覺的 我說 我說這一點是0 這一點是100 是100分 我先問我畫個點 這是高還是低 就是高還是低 就是你能回答出來它是高還是低 這樣就是 對啊 對啊 我先告訴你這是0 這是100 我先畫個點 你知道這高還是低嗎 我不知道 蛤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它是比的 有 不是啊 你怎麼不知道 你在那邊就兩個都是可以比 你沒有比一個100 你知道它高還是低 你當然知道它比較高 那你是跟中間比 我是跟中間比 你的意思是說 當我沒有在裡面100的時候 我說這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你說它比它高 多 它比它低 這沒意義 沒有意義 這樣沒有意義啊 什麼意思我完全不懂啊 我說 你是高還是低 你說我比較高 因為我比成語高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們這兩個都是沒有標準的標準啊 這是沒有標準的標準的東西 那我是160公分 我如果告訴你說 全世界 你這個年紀 最低的是50公分 最高的是171公分 你現在是168公分 你比較高 這有意義 這有意義喔 全世界來講 你這個年紀的身高 從50公分到171公分 你的身高假設是168公分 比比較高 是有意義的 我現在沒有給你這個標準 那假設 我現在沒有給你這個標準 那假設 那假設 你的身高平均都是 先問講完 169 先問講完 我沒有講這個事情 你現在身高是65公分 我說你比較高 還是你比較低 你說我比較高 因為我比50公分高 有沒有意義 有 什麼意義 我只是比50公分高 對 可是你不知道標準是什麼啊 什麼是這個 標準什麼 標準是50公分 不是啊 要不然標準什麼 你這樣說法的時候 你比50公分高 所以你比較高 對吧 所以我告訴你 你的0在這裡 你的高在這裡 請問65是高還是低 好錯 抽錯 最低是50 最高是171 你的65 等在這裡 65是高還是低 有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怎麼沒有標準 你已經看過它比較低啊 其實 你這是跟中間比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多 我是跟兩邊比 我是跟兩邊比 相對濕度 飽和增加已經高 所以你上限了 對啊 一定要先知道這個東西 才會有意義啊 你不能說 我0.0021比較高 因為它比0.0020高 所以它比較高 這沒有意義啊 說不定0.0020就是最低點啊 對啊 因為 你看嘛 因為它比較靠近 所以它比較低分 對啊 你應該這樣子講 那假設說 嗯 這在中間 對 你要幹嘛 整理下去啊 這在正中間 對 因為手腕沒有整理 所以它的標準 它比較高 對 所以 所以他們 這些 都是在中間比 他們比中間低啊 然後 他們都比中間高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些東西 都是跟中間比啊 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覺得 我想講 其實我現在沒有在跟中間比啊 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現在告訴你的事情說 好了 我現在是0.21 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我不知道 有啊 你跟我講比較高啊 你不能說 它比0.00高啊 走 好 這樣有沒有意義 我要跟你講 這沒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0.2 0.0.5 一定一定有高啊 對啊 假如我現在告訴你 你的滿分是 0.80 你的 最低分是0.0 好了 嗯 0.21是高還是低 假設大家都考10分的話 他 考10分 沒有大家都考10分嘛 我就跟你說 這個範圍就是從0到0.8嘛 對啊 0.21是高還是低 就是好 考試0到100分 你考了40分 你考的高還是你考的低 我不知道啊 欸 怎麼你不知道 就是0分到 這個 這個所有的人考試裡面有0分到100分 考試到低分是比較出來的啊 對啊 跟誰比較 你不能說我因為跟39分比高 所以我就比較高 跟考試平均分數比 沒有 跟平均分數比 你考完了 你結果考了40分 你覺得你考的算很高 還是怎樣 我就跟你滿分100分 你考40分 你覺得很高嗎 你不要管其他人 然後下面有其他人在比 我就說滿分是100分 你現在考出來 結果是40分 你自己覺得高還是低 你自己覺得高還是低 沒有啊 我就是講高或低啊 當然可以講啊 你自己覺得嘛 那我就反對我自己的問題 沒有這樣的意思 我跟你講相對是不是這個意思 當你到100%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這個 你身體的水分震盪不良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低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會到後面也會不舒服 為什麼你太震盪太快 你身體會很乾燥 也會不舒服 所以剛剛也講這個舒適度 舒適度是參考的 然後因為每個狀況不一樣 但是在相對濕度來講 我們能說 我們可以有感覺 這個濕度是高或低 是從上下來比較 而不是你隨便說 我現在畫個點 我沒有這個參考標準 高或低低說 我覺得它比較高 因為它比0.2比低 我也沒說它比較低 因為我跟0.3比 它比較低 所以說都對 但是都不對了 你不能說這個東西 然後說它都對 它就變不低了 OK 現在我們如果正眼到 Body 可以分享一下 好 可以分享一下 每個 rôle 有機會 那麼 好吃 好吃